从屋里出来 确定太子听不到他们说话后 华如意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语气中不无的抱怨 这么说话真累 我不怕和别人动手 最怕和人闻躁躁的说话了 以后我也不用天天去请安吧 不用如此 就兄远远离着就是 这样好 你尽量给我安排个偏远的地方 放心 我不怪你淡满我们 其又硬下 那头话如初毫不客气的取笑 哥 你也就这条出息 是是是 你哥没出息 要不要你没出息的哥哥 先互动你们过去 话如初一想 点头 也好 免得那边狗眼看人 看我们是女人就欺负我们 不会 太子定会使人递话过去 没人敢侵入你们 其又替太子说了句话 他倒是很想亲自将人送过去 然后就在那边住下了 哪怕是什么都不能做 只要在如初身边 他就觉得安心 可是太子这边是多 哪会轻易放人 不是不遗憾的 可是 心里有再多的念想 这时候 都要压下去 他的一切 从这里起步 再不是为其家 只为自己 为如初 多付出些算什么 在营地前话别 话如初凑到其又耳边 敲声道 我每天过来给你送饭 其又很小 可是对如初身体的担忧 占了上风 你好好养身体 不用给我送 阳地里的饭菜 也能吃得下去 说是实话里 严格说起来 也就七八里的样子 骑马快得很 就这么说定了 放点等我 其又到底无法拒绝 和如初一起用饭的诱惑 头一点就答应下来 话如初翻身上马 也不多年乎 仰一仰手便打马离开 囤恳区房屋简陋 好在地方不错 尤其是从沙漠里过来 更觉得这里舒服无比 迎上来的那个 应该是这里领头的 齐男你去 是 没等多久 齐男就回来了 小姐 那人叫丁大 临时点出的管事人 他说屋子空了的都能住 都听到了 都各自去安置吧 是 是 一片脆生生的女生 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招了过来 话如初一眼扫去便收了视线 就这些人 就算真有起歪心思的也没什么威胁 晚上 东飞找了过来 小姐 我一定要回去吗 可不可以只让江宇回去 我不放心您 话如初无奈 早说过了 这是没得商量 你还在挣扎什么 来 再让你把个脉 然后 你就安安心心的随江宇回去 实际上 东飞没有哪日不来枕脉 今天一早出门之前 就枕过了 这会儿 看到伸到面前的手 也不客气 又摸了上去 他心里知道 小姐的身体已无大碍 可是 其他人都跟在小姐身边 就把他打发走 他不甘心呢 外面多好玩 太原有什么好的 看他放下手 没说话 神情中 却安稳 话如初心里 就有了谱 这是知道他身体没问题 连个留下的理由 都讲不出来了 摇头笑了笑 话如初 缩起脚上床 去歇了吧 明天一早就要动身 那几封信 你要贴身藏好 妥妥当当的 亲自送到该送的人手里 万不能出事 哦 婢子知道了 行了 别不高兴 太原的事不会拖很久 说不定 我只比你晚几天 就回了太原 真的 自然 你要想我快点回来呢 就加把劲 将皇帝一好 赚他一个大人情 说不定 以后能有大用 东飞一想 就是呀 只要快点将皇上 治好 让皇上去收拾了二皇子 小姐不就能回去了 不过 小姐真的还会回去吗 他怎么这么担心 小姐就这么跑路了呢 除了每日早 中 晚 三餐 定时去和齐佑一起吃外 大多数的时间 华如初 都是在屋里待着 算账 做计划 监货 还会通过王林送来的消息 推算一下 太原现如今的局势 华如意一天里 总会过来一段时间 两兄妹像是回到了在扬州的日子 自在得很 常随他一起前来的 还有下一见 比起在太原时 这日子过得更和话如出新意 有时候 心里甚至都生起 不要再回去的想法来 可到底 还是因为舍不下齐佑 而做吧 除了前面两个晚上 齐佑忙得回不来外 之后便不管多晚都会回来 哪怕只能陪着 先上两个时辰 亲眼看着两人相处 华如意对齐佑 终于是满意了些 他可没忘记 老爹离开前一晚 拉着他说的话 但凡齐佑存了一点假心假意 只想着利用如出的话 他是肯定要将人带走的 如出虽然聪明 可身在局中 难免有看错眼的时候 相信到时 只要他稍作提醒 如出便能发觉 好在 齐佑确实是真心一片 他为妹妹高兴 像是终于阴霾散尽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古胡国在阳关前 纠结将士 气势汹汹准备攻关时 郁家军在副将的带领下 及时赶到 前后夹击之下 打得对方丢亏气甲 要不是郁家军 命信皮色 文玉丹都想乘胜追击 将玉门关夺回来 显然 郁家军也存了这种想法 只是略做休整 当天晚上 并由文玉丹率军 齐袭玉门关 势如破竹之下 次日清晨 并将失去不过粤鱼的 玉门关 重新夺了回来 君容齐整 手底下过硬的郁家军 自然引人注目 可更大的话题 却不是他们 这是头一次 有女人参与了战争 何在深里那次不同 至少那次世人不值 可这次 亲眼所见之下 没人能否认 他们在这场战争中 起到的作用 可以说 他们不比任何一个男人逊色 文玉丹一开始 只是想让几方实力更强大 一口气将玉门关夺下来 那时候 他根本没想到 这场战争 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后果 他最先得到的好处 是多风势力的倒戈 当这场战争传开后 内宅夫人才发觉 以往他们追捧的陶家 有多不值一提 和在战场上奋力杀敌的女人相比 陶家不过是想着法子赚他们的纸粉钱罢了 千万不要小看了女人的枕边风 历史上多少事情都有枕边风引起 又因为枕边风影响了多少局势 占尽优势的一方 能因为枕边风失势 处于弱势的 也能因为枕边风成为胜利者 就比如这一次 枕边风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 这些 文宇丹 暂时还不知道 此时 他看着在东升的太阳下 站姿鼻挺 因为溅了血 还没有散去灵力气势的一众女人 心里复杂难言 他从未想到 有朝一日 会需要借助女人的力量 可从他落难至今 却是那些 他一直觉得 头发长 见识短的女人 一次次给了他帮助 说不出感激的话 可以抹杀不了他们的功劳 是该赏的 就在太子打算 许下回太原后 重赏的承诺时 听到齐夫人道 殿下 可否提供一个地方 给臣妇等人歇息 嗯 这是自然 文宇丹旧事 接下这个话 挥手是以轻微上前 你带齐夫人等人 去最里面歇息 将华少侠等人 安排在他们的外面 是 地下 吉夫人请 华少侠 请 从始至终 都没有离开妹妹 多远的华如意 和身边的人 说了几句 忙跟了上去 身边没有换洗的衣服 华如初 稍微擦了下脖子 手脸后 便坐吧 尽量不去看 身上的点点血迹 都歇一会儿 下午我们就返回 还会圆来那里吗 云书将茶杯放到小姐手里 绕到她身后 给她散开头发 话如初想了想 觉得再住回那里 也不合适 毕竟离这里太远了 真要有点什么事 会赶不及 可是住在这里 不可能 理由和阳关一样 太子也绝不会想让营地里 多出这么多女人乱了军心 来的路上 你有没有留意到有绿洲 有的 离玉门关 好像有十几二十几里的样子 昨晚经过那里时 鼻子留了个心眼 多注意了下 以前 应该也是有住人的 恐怕是后来 玉门关破 所有人都跑了 就是不知道 古湖国的人 有没有住过 嗯 闲西上半天 饭后 你带上几人上去探探 是 中午 其右过来后 听她这么说 也没有反对 没有哪个做丈夫的 愿意自己的妻子 天天被人盯着看 在太远 女子出门 都是要戴帽帽 格杀金的 现在 虽说是不得已 但是能避开一点 还是避着点好 我让人去探 你们 尽量少露面 华如初 咀嚼的动作 明显停了停 吞咽下去后 放下还剩了一半米饭的碗 我吃饱了 你慢吃 其右夹菜的动作顿住 最后 也放了筷子 看向如初 你不高兴我这么说 华如初扯了下嘴角 露出个没有笑意的笑 哼 怎么说在你 怎么做在我 如初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不想让你被人说三道四 其实 你也是不想我抛头露面的吧 看他的神情 话如初 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个傻逼 哼 在我从太原赶回来的时候 你怎么不这么说呢 在我为了大家活命杀人的时候 你怎么不这么说呢 为了夺玉门关 太子希望我出手 所以 我来了这 深更半夜的 在未赶路的时候 你怎么不这么说呢 哼 现在玉门关夺回来了 你们性命无碍了 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想起来 我们要少露面了 昨晚我们杀了多少人 就救了多少人 谁有脸对我们说三道四 用得上的时候就捧着 用不上了 就踩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被你们踩 云书 是 小姐 门外云书颤了颤 他多久没见小姐这么生过气了 就算在齐家那次 也远没有这次严重 叫上人 我们走 是 如初 齐佑心慌的 马上去抓如初的手 被华如初狠狠甩开 又去抓 华如初手按在腰间剑扣上 冷声道 我不想伤你 也不想伤了我自己 别逼我 齐佑不怕他伤他 但他怕他伤了自己 再也不敢靠近一步 低声的近乎哀求 你知道我绝不是那样的人 我怎么会那么对你 是我想差了 别人要说就随他们去说 我不在乎了 以后都不在乎了 你别生气 如初 别生气 别生气 齐佑从没有一刻那么恨自己的嘴灼 他想说的明明不止这些 他明明想解释 他是不希望别人说他 哪怕是一句难听话 他听不得 他怕如初听了会难过 会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值 明明是他不想让如初生气难过的 可到头来让他生气的却是自己 明明不是这样的 话如初什么都不想听 走出门大步离开 他知道 齐佑始终跟在他身后不远 他应该要原谅的 齐佑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他就是生气 还觉得委屈 他做这些 图的是什么 为的谁 能说只是为了武林吗 要真是如此 他做什么吃那个苦来这里 不过是想他多见功劳 不过是想他性命无忧 到头来 却听得那样一句话 他真觉得 自己根本不用这么为他费心 一点也不用 往外走的路上 碰到了哥哥 话如初脚步顿了顿 终是摆不出笑脸 怎么了这是 吃过午饭了吗 要去哪里 吃过了 哥 你吃了吗 吃过了 话如意视线 在两人之间 扫了几个来回 这是 这是 吵架了 没有的事 我想先回去 岂又不让 哥 这里全是男人 我带着这么多女人 住在这里 像什么话呀 我还回原来那地方住着去 那里会不会太远了 哥 你们还在这里 待上一段时间吧 你们在这就够了 话如意一想 确实也是 他们不过是防范于未然 免得被对方的油侠而摸上来 打个措手不及 他们足有五十人 够了 也好 你回去吧 那地方确实比这里住着好些 嗯 我也这么觉得 我走了 哥 走吧 我送你 要是平时 话如初可能会拒绝 可现在 他实在不想和齐佑独处 顺势就点了头 一路上碰上的士兵 都快要不会走路了 不要说在营地 就是在家时 他们也没有见过这么多漂亮姑娘 稀奇的是 明明一个个都厉害得不得了 平时却一点都看不出来 性子好得很 可惜 平时他们并不常露面 难得的机会 他们只觉得 连眨眼睛都浪费时间 以前 话如初不在乎这些 可在听到齐佑说的那话 再看到他们的反应 只觉得心头火起 弯腰捡起几个小石子 运着内力 对几人甩了过去 哎哟 再有下次 小心你们的狗眼 哎哟 自己在外面走 不就人给人看 话音未落 身体便飞了起来 玄机重重的摔落在地 除了疼痛 再记不起刚才的连衣 极又暴力的 想将眼前这些人撕了 就是这些在外面走的女人 昨晚不止一次的救了你们的命 说话之前 默默良心 话如意冷哼出声 哼 既然一个个都这么有本事 还用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再有游家儿过来 你们自己上 妹子 我和你一起走 话如初 微微摇头 低声道 哥 不行 别前功尽弃 没什么不行 我看着这些人恶心 你别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味的软 我知道你西地怎么想 可是不管是我还是爹娘 都不会舍得你在外面受人欺负 都是一群什么东西 我们是来帮忙的 不想帮了便离开 谁能说我们不对 去个人 叫大家收拾收拾 我们离开 奇难灵活的初恋 大声应试 转眼间就不见了人影 话如初想阻止 已是来不及了 看哥哥一愤填膺的样子 话如初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干脆随他去了 哥哥有句话说的没错 他们是来帮忙的 不想帮了便离开 没道理还要留在这里受气 到如今 不管是对南朝也好 对皇室也好 又或者是对太子个人 也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要是他再记不住 再要为难武林 或许 他们该让南朝的统治者知道 武林从来就不是好相遇的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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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